就整部潜伏来看 吴静忠为什么会被误认为 是我党潜伏于地后的真额没风 其原因无非就两点 其一 吴静忠的职场很简单 尊重利益 尊重人性 其二 相比人性而言 吴静忠更在意自己的利弊得失 就拿兄弟于泽成来说 他真就不知道于泽成是卧底吗 当然知道 可于泽成的存在 有关自己的爱好能否继续 一旦于泽成坐视卧底的身份 那吴静忠非但对不起宋代夜明珠 更不会有之后的私立旁客 乃至于做金佛 代局长去了 保密局该姓郑了 那是委员长的事 我们是小人物 不过很大可能不姓郑 而姓毛 代老板嫁和西游去往西天极乐事件 建立军统临山分部 于泽成在军统内部的最大靠山 就这样轻飘飘地被扬了回 如此有利时机 如此天大机会 马亏背后的靠山毛人凤 当然不会白白错失 所以马亏的话有着两层含义 其一 毛人凤自力上前 如果想要彻底接管军统 势必会拉拢各战实权人物 以充实自己在军统内部的话语权 其二 就马亏擅闯战长办公室一事 借由谁上位来暗示于泽成 背靠大船 为怨大船沉风破了 大船翻了 那就结合实际另寻下家 所以 于泽成听懂了吗 当然 更会就马亏的暗示 给出董事的回应 哦 我忘了 马队长以前给毛主任 做过侍卫吧 客气的事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 当初去南京 暗杀吕宗峰 就是毛主任的差事吧 你知道也好 聪明人 他就是聪明 没有明确表态 更没有明确站队 只是发表一下 职场该有的趁机工尾 至于带老板嫁喝西游之后 军统到底是姓郑 还是姓毛 谁也不知道 如果非要救这个无法预知的事情 真个你死我活 头破血流 这不符合于泽成潜伏的人设定位 更何况 就马亏的回应来看 拙烈的马亏似乎也不懂所谓的职场工尾 但是把于泽成的回应 当成了理所应当的向新老板靠拢 有了如此判断的拙烈马亏 更是借此机会 给出了直白的威胁要求 一句我明白 于泽成道明的职场生存基本法则 实不在我 低头又有何方 只是 就算于泽成诚意满满 更是口头承诺了我明白 那你就真敢相信 他的我明白 就真是我明白吗 一切权力洗牌尚不确定 一切时局发展尚且未知 江湖如此凶险 职场如此复杂 哪能容得下如此拙劣的马亏存在 更何况 于泽成的上线邱掌柜被捕 再加上前夫延安的卧底 佛堪图现 于泽成深感危机降临 恰巧 哭丧多日的吴静忠回来了 于是 一场坑死马亏的计划 就此展开 对话刚开始 马亏就邱掌柜被捕一事 向吴静忠做了简单陈述 哪怕吴静忠再贪婪 怕是也分得清 这其中的利弊关键 只是 马亏的擅自行动 让情报处处长陆乔珊 很是不满 但这个不满并未流于表面 而是通过立功兴切 施机部队 给予了吴静忠相对的暗示 其真实含义 就是告诉吴静忠 如果没有马亏的立功兴切 那也许就能一劳永逸 彻底断了我党 于天津的秘密联络点 可现在有了马亏的时机不对 本来的稳操胜算 变成了百密一书 终有一漏 只是 面对陆乔珊的阴阳怪气 马亏当然不会乖乖忍受 更会就陆乔珊的说辞 给予高度重视 乃至绝对反击 杜处长 他们的联络人在北平已经暴露了 消息很快就传了回来 我下手的时候 他们正在逃跑 别说晚几天 就是晚几分钟 连个人影都看不见了 还跟我谈什么 看似言辞早早的反击 实则却是马亏犯下的致命错误 要知道 两人都是竞争副战长的热门人选 职场升迁 官场进步 从来都是雷声小 雨点大 一切进攻都是经过周密的计划 乃至心底复盘无数次演变之后 才会付诸于行动 乃至语言攻击 就正常情况而言 面对陆乔珊如此的阴阳 马亏最好的应对 并非正面硬刚 而是想办法避开这一点 更不能在领导的面前 强调情报处处长陆乔珊的失职 因为就目前天津战的内部斗争来看 无尽中并未有明确任命副战长的态度 如此一来 马亏的努力 非但得不到战长的支持 更会就两人的进步争斗 选择霍悉尼当老好人 这是关于邱掌柜的情报 最先掌握的陆乔珊 当然不会如此简单 就被马亏抢得上位副战长的先机 更何况 邱掌柜经受出了考验 更是当着余泽成的面 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以保全余泽成的潜伏 能够成功 有了如此突发情况 马亏的立功希望被彻底斩断 陆乔珊当然不会放过如此有利时机 拼命讽刺 马亏的立功心切 马队长 邱掌柜那边怎么处理啊 他当然要留着了 他是共产党在天津的三号人物 不能说总还能写吧 陆市长 您放心 我一定会让他低头的 医院那边 怎么样 舌头有消息了 舌头接上了 看结果吧 一会儿我就到医院去 仅仅只是一句话 就将达康书记的语言艺术修为 战漏无遗 什么怎么处理 什么舌头有消息了吗 抛开马亏的那句 不能说还不能写 我们再来看陆乔珊的真实目的 意在提醒吴静忠 经过马队长的不懈努力 邱掌柜再也不能说话了 经过马队长的轻描淡写 如此关键的人物 已经失去了原本的利用价值 所以职场进步 哪有所谓的云淡风筋 所以职场上位哪次又不是自自诛心 满是陷阱 只是如此话题 于泽成不能接 更不敢接 因为这不单是谁上位的问题 更有关自己能不能自保 乃至继续潜伏 所以他只能转移目标 绕开这一有可能暴露自己的话题 听南京的消息说 军统要撤销了 站长 确实 撤销不会 就是改建的 裁几个人重新起个名 听说起了好几个名呢 老头子都不同意 裁员 不是 站长 会裁很多吗 马奎为什么如此在意裁员的问题 因为戴老板的驾鹤西游 军统目前最有可能上位的 只有郑建明和毛仁凤 而郑建明又是陆桥山的靠山 一旦郑建明上位 那陆桥山的副站长 势必板上钉钉 再无竞争的可能 而作为竞争对象的马奎 下场自然不会好到哪里 所以 他的担心并非无道理 只是 关于这个寓意十足的问题 吴站长并没有明确表态 而是给出了本剧 最为经典的回答 看似玩笑的语气 说出了环节紧张局势的玩笑话 如果你真的这样想 那只能说 你太小看吴静忠的江湖修为了 结合眼前局势而言 这是一句慢含智慧的回答 当领导就该无所不知 当领导就该无所不能 再结合所谓的问问老天爷 吴静忠的态度已经不言而喻 所谓的军统改制跟我没关系 所谓的军统裁员 我更是不在乎 所谓的领导修为成竹在凶 更是彰显无疑 所以 影视解说的目的 从来不是过度解说 偏离主题 而是透过事物看本质 透过拙略的马奎 来定义吴静忠的职场生存法则 来阐述路乔山的职场语言艺术修为 只是有了如此对比 我们才能更加感受到 拙略的马奎到底还是拙略 拙略的马奎更是名不虚传